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过夜派对 现在是晚上 佩琪要去斑马苏姨家玩 并且在她家过夜 你好啊苏姨 你好啊佩琪 欢迎来参加我的过夜派对 那我明天早上再来接你 再见佩琪 再见 瑞贝卡 苏西和艾米丽 都已经到了 嗨 大家好 你好佩琪 我带了我的泰迪 嗨 大家好 苏姨的玩具是小猴 艾米丽的玩具是小青蛙 苏西的玩具是猫头鹰 瑞贝卡的玩具是她的胡萝卜 胡萝卜 胡萝卜 斑马先生在看电视 这个才好看 我正在看别的节目呢 但是你看的节目好无聊啊爸爸 斑马爸爸 你该去睡觉了 明天一早 你还要出去送信呢 那好吧 斑马妈妈 你们也不要玩得太晚了 晚安妈妈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把睡袋打开 苏姨的双胞胎妹妹们 祖祖和莎莎 也想和她们一起过夜 过夜派对 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 知道吗 她们这么小还很可爱 她们能留下来吗 那好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 你们不能睡着哦 我们保证 一家钢琴 我正在学钢琴呢 听着哦 一山一山六青青 我能来试试吗 我也要 一山一山六青青 满街都是小青青 小声点 你们要安静一些 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 现在你们快点睡觉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一起过夜的时候 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 那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滔滔地吃 哦 我知道吃得在哪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苏西 佩琪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 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有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琪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赶你了 艾米丽 告诉我们小仙女发生了什么 那个我不是非常确定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啊 米丽 只要不是无聊的东西就行 那好吧 那个小仙女碰到了一只大怪兽 像这样 太吓人了 什么声音这么吵啊 哦 糟糕啊 这吵闹声把斑马爸爸吵醒了 对不起爸爸 我们在讲关于仙女的故事 故事里面还有怪兽呢 我们很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啊 那只怪兽 举起了她的那对大爪子 她的大脚就像这样在地上走着 哦 然后她说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小朋友们伴随着斑马先生的歌声 进入了梦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